高速公路扎到白線上 一台小貨車燒成一團火球 火車從貨車的四周竄出 漫天黑煙不斷向後飄 後方的車輛紛紛走壁 就怕被波及 現場就看到一台小貨車騎火 火車一發不可收拾 貨車駕駛已經逃離 消防隊員到廠拉起水線灌救 小貨車燒得焦黑 只剩下骨架 此顆輪胎都破了 車身貼平在地上 貨車斗內原本載了冷氣 也被燒得盡光 他只是說在行進前騎火 然後向他 至於騎火的原因 我們火車殼去調查 四十歲的曾姓駕駛說 他原本是載著冷氣 要去客戶家安裝 但在經過國山北上大山交流道時 突然聞到燒焦味 他剛下車查看 車子就起火狂燒 整台車連同冷氣全部復之一炬 幸好當時他及時趕下車 沒有造成傷亡 街坊市民 黃小鳳在景 陳苗栗 採訪報導 下車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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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